月经是每个女性都要经历的生理现象。月经是由子宫内膜阻止碎片脱落和经血一起排出,称之为月经。 每个人的生理期状况都不同,时常从三到七天不等,出血量也会因人而异。女性要多了解一些关于月经的情况。异常的月经状况,是可以暗示着身体是否患了妇科病。我们一起来看看,关于月经的那些异常。 一、经量过少。有些人会出现血量过少的状况,甚至有长达好几个月不来月经。这时我们就要检查自己是否患有糖尿病、贫血、内分泌失调、肝病等疾病。 不过一些特殊情况,如情绪紧张、用药等,都会造成血量有变化。所以大家发现异常后,最好去医院检查。 二经期鼻出血有一种情况是,在生理期的时候,下涕出血很少甚至不出血,但鼻子却有少量出血的症状,很可能是得了体内生物终结率紊乱症。 鼻中壳前下方有一片不满血管,但又十分脆弱的区域,它对此激素十分敏感,行经时鼻黏膜血管增生,重张并破裂,而出血。 三、经量过多。前面说过月经量过少是不好的,那么同样的,如果经期内流血过多,一样代表身体有问题。 出血量大超过100毫升,月经期过长超过7天都属于异常现象,如果身体有以下病症,比如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,子宫肌瘤等,那就会容易出现经量过多。 四、痛经痛经要分两种情况,一种是天生性痛经,这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需要去找医生进行调理。 另一种是后天性痛经,那就是身体患了某种普科病,比如患了巧克力能种,那么就会每个月遭受着痛经的折磨,需要到医院进行治疗。 五、经血凝固。健康女性的经血失成稍微粘稠状态,如果发现自己的经血过于粘稠,甚至结成块,那就是身体某个地方出了问题。 六、经血呈鲜红色或咖啡色健康的月经颜色应该是暗红色的,如果发现自己流的血是鲜红色、咖啡色、偏黄色等,那就是身体里唏嘘问题。 一般情况下,这种情况由供寒或者是体热造成的,可用中药进行调理,并且要注意生理期间的卫生。 女性朋友们应该要多留意自己生理期的状况,不要认为月经能正常来,按时来就能证明身体是健康的。 依上书的这些经期情况,大多数女性都会存在,所以如果情况严重,建议大家还是要找医生调理身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